小米平板上一次發布已經是2018年的時候 經過幾年停更,今年將重返市場 以下將是為大家帶來小米平板5系列的最新洩露 以及預期它會出現的一些變化 首先從外觀開始,因為我們還沒有見到這款產品 所以為了讓大家提前了解它的設計 我通過3D Max建模製作了小米平板5的模型視頻 小米平板5將會帶來時下流星的設計 具有高頻佔比,識別礦橫曬 如同三星和華為最新發布的產品那樣 這是時下流星的趨勢,小米也會積極採取 而在它的後置鏡頭上 它會延續小米11的後置模組設計靈感 也可能採用了後置三色 當前有小米平板5的洩露鍵盤配件也出現在了網上 可見有方形後置模組開孔 這也進一步確定小米5平板確實採用了方形矩震模組設計 另外現在還有洩露圖像 當前這是一張顯示在車間進行作業圖像 我們可見它具有更薄的機身 並且為鋁製框架 機身側邊有開口 頂部有方形的相機模組開口設計 因此我們相信這款平板很快到來 並且提供支持哈曼卡洞調應的四喇叭音效 而且也將會提供小米手寫筆 120Hz的刷新率在此技術上繪畫效果會更好 另外屏幕方面 小米平板5也會採用大小兩款次重 這包括10英寸和12.6英寸 它們都具有2K分辨率 並且支持120Hz刷新率 但更大尺寸的小米平板5Pro可能會使用AMOLED屏幕 小米11英寸會使用LCD屏幕 這些策略定位是多數廠家現在在使用的定位佈局 這台小米也會這樣做 如小米4和4Plus平板也有大小號尺寸 但現在由於平板全面屏的加入 12英寸更是大一號的趨勢 當前最新的傳聞 三線S8平板還有加入Ultra型號 它可能達到了14英寸 小米平板5系列我想暫時還不會這麼做 至於配置方面 現在小米平板5系列已經正式入網 我們談論起的這幾款平板 會採用高通驍龍870處理器 但在之前也有消息聽說 還有驍龍860和778G處理器的版本 不過並未得到證實 或許說小米平板5系列有多款產品 我們可能借到不同價位區間 使用不同的芯片 以均衡產品之間的定位 如果說小米平板5系列有三款產品 它們可能為小米平板5 Pro使用驍龍870芯片 小米平板5使用驍龍860 小米平板5輕鬆版則使用驍龍778G芯片 另外今年小米平板5系列還將支持5G功能 如果你的用途是移動辦公 我想這款X卡的5G平板很適合你 平板電腦作為便携式輕辦公 它應該有足夠的內存和存儲配置 基礎款它將獲得8加128GB的存儲空間 另外的版本它可能還將獲得12GB用處 機身存儲甚至還可能有256、512GB 以及與1TB的存儲空間 此外我們在選擇上有更多的餘地 其餘我們還值得一提的是 小米平板還獲得了專門為平板量身打造的 面油平板系統 來自小米高管透露 面油平板系統將專門為平板產品開發 類似於之前的MIX4的摺點屏手機 它將支持掌上PC模式 並提供你更熟悉的PC電腦見面 可以同時打開菜單、控制中心和多個窗口 這將帶來更豐富的用戶體驗 讓你擺脫大屏手機的稱號 至於發佈時間 根據爆料人士說法 小米將於8月中旬或者是8月下旬推出一系列新品 這其包括小米平板5、小米MIX4、MI油13和小米CC11 我想這一切很快到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下期內容 我們再見